华润质地公布 该公司作为借款人 就15亿元的贷款融资与一家银行 定立贷款融资协议 该贷款融资自体款日起继为期5年 该贷款协议定名 其中包括华润集团 需于公司持有至最低股权百分比 如果华润集团停止 直接或间接持有最少35%公司 以发行股本 或拥有委任权 委任公司董事会成员 将构成控制权改变 目前 华润集团拥有公司 约59.55%的已发行股本 倘发生该融资协议向下的控制权改变 根据该融资协议 贷方可宣布取消提供贷款额度 即或宣布所有未偿还款项 连同贷款额度向下所有应计利息 及其他所有公司 需于该融资协议向下支付的款项 及时到期及需于偿还